大家好,今天我們要來示範如何利用 RhinoInside Revit 在Revit中建立一個像目前畫面中帶有圖片跟凹凸效果的材料 那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示範吧 首先點擊畫面左邊的興建按鈕來建立一個全新的模型 樣板可以選擇任意一個樣板 那這邊我使用建築樣板作為示範 模型開啟完成後,我們可以先建立一個樓板 用來顯示我們等一下會新建的材料 點選上方的樓板 在繪製中選擇矩形工具 接著在下面畫出一個適當大小的矩形樓板 點擊綠色勾勾 完成樓板繪製指令 接著切換到3D試圖 我們配到畫面下方把圖形顯示的選項改為擬真 接著我們點選上方的 RhinoInside頁前 點擊左側的Start 我們來開啟 RhinoInside Revit的功能 那這邊需要花一點時間來啟動 啟動完成後 我們直接點擊上方的Grathopper按鈕 來開啟Grathopper的編輯視窗 這邊我們可以先稍微調整一下 Revit的視窗跟Grathopper視窗的位置跟大小 以我們方便瀏覽跟編輯為主 接著我們可以先到AmbientCG這個網站來下載範例用的材料 你可以瀏覽到你想要的材質球之後 直接下載 解壓碩後就可以直接使用 這邊我是使用一個冷行道的鋪面材質作為示範 回到Grathopper的視窗中 我們可以到上面找到一個Revit的頁籤 在中間我們可以找到Material的分類 我們今天會用到的所有的指令都在這個Material的分類底下 首先我們先使用AddMaterial建立一個新的材料 AddMaterial需要兩個輸入值 第一個N是名稱 第二個T是樣板 左鍵點兩下先輸入雙引號 接著再加上名稱 那名稱我們這邊先使用TestMaterial當作名稱 接著我們可以在T上面按右鍵 選擇一個既有的材料作為樣板 那這邊我們先使用內牆當作我們的樣板材料 建立完成後 我們可以到Revit檢查一下 材料是不是有順利的建立成功 那點選上方的管理頁籤 點選材料開啟材料瀏覽器 在左邊的列表中找到我們剛剛建立的TestMaterial 然後我們可以點選上面的外觀頁前 那確認目前它還沒有匯入任何的圖片 然後還是原始的狀態 接著將TestMaterial賦予到樓板上 我們可以選擇樓板 編輯類型 在結構欄位上按一下編輯 接著我們將材料改為TestMaterial 確認樓板變色後 代表材料的順利賦予 接著我們來修改材料的外觀屬性 這邊我們要使用到的是 Replaced Material Asset的這個節點 來修改材料屬性 Replaced Material Asset有四個輸入值 M代表Material 代表我們要修改的材料 AA是Appearance Asset 代表外觀屬性 TA代表Physical Asset 代表物理屬性 TA代表Thermal Asset 代表導熱屬性 那這邊我們只會用到 AA 也就是外觀屬性 接著我們可以使用 Create Appearance Asset的節點 其中N為名稱 T為樣板 我們把名稱設為Pathman 來建立一個新的外觀屬性 接著使用 Modify Appearance Asset這個節點 來修改剛剛新增的外觀屬性 GA 是我們要修改的外觀屬性 因此我們把剛剛的這個Pathman 與它連接 接著找到 Construct Bitmap Asset 來賦予圖片 輸入中S為檔案來源 這邊我們先使用一個 File Pass節點 在File Pass節點上面按右鍵 選擇Select One Existing File 來找到檔案路徑 這邊我們找到剛剛下載 並且解鎖的資料夾 我們可以來選擇Color的圖片 把File Pass與S做連接 接著把Bitmap Asset跟IA做連接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 修改好的外觀屬性 連接到 Replace Material Asset的AA輸入上 這時候我們應該就會發現 樓板的外觀已經發生改變 我們可以稍微放大一下這個畫面 來看一下結果 放大之後我們會發現 圖片雖然已經貼上 但是大小跟比例有點太小 因此我們要來放大圖片的比例 這邊我們要修改的就是 SU以及SV這兩個輸入值 這兩個輸入值分別代表寬度跟高度 這兩個數值我們最好把它設定成一樣的數值 這樣比例才不會變形 這邊我們直接輸入1000 並且把它連接到SU跟SV上面 連上之後可以看到圖片已經被順利的放大 接著為了讓這個材料看起來更真實 那我們打算賦予它Bump屬性 賦予這個Bump屬性之後 會讓這個材料看起來更有立體感或是更有凹凸感 我們可以先直接用Ctrl-C複製剛剛的bitmap asset 以及filepath這兩個節點 然後按Ctrl-V貼上 接著把這兩個節點先往下移動 接著我們可以在filepath上面按右鍵 這次我們選擇Displacement這張圖片 作為我們的Bump材料 接著把我們的bitmap asset與BI做連接 連接後效果其實並沒有很明顯 因此我們可以來放大這個效果 我們可以先輸入0.5.0來建立一個滑桿 我們可以將滑桿與B做連接 我們可以來試著調整滑桿的數值來增加這個凹凸的效果 數字如果越高凹凸的會越明顯 但是太高的數字也會讓它看起來有點假 所以我們只要調整到自己覺得可以 然後自己覺得喜歡的數字就好 OK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教學內容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都歡迎在下方留言提問 那就謝謝大家